国立政治大学今天在网络公告说 他们早上教育部科技大楼电力室发生了火警 造成科技大楼机房电力中断 影响部分的网络设备 甚至连教育部的网站都被冲击 目前我们实际上的是教育部的网站 依然是没有办法进入的 就像您画面上看到它会写无法连上 包含影响的还有科学教育馆 跟科博馆以及国家图书馆的网站 都受到影响 教育部回应 因为科技大楼机房的电力异常 导致部分电力设备熔断产生了烟雾 台北市消防队在货报之后迅速抵达 也火速处理好 他们也会赶快把故障的设备修复 跟科技大楼机房的电力异常 都会在货币里面上 在货币里面上